求你遇到的問題是一個子宮內膜貨保的問題 其實一開始我們也嘗試了很多的方式 試著要讓他變後例如說吃藥、泡膠 但是其實都沒有辦法 所以我們就求助了中醫陳玉娟醫師 那慢慢的就是他開始接受中醫的針灸跟中藥治療之後 我們慢慢就開始看到他真的內膜就自然的變後了 都沒有吃藥 後來我們就會根據把脈 根據他的狀況可能在他的手腳啊 或者是說肩背甚至是頭 尤其是那個白灰穴他非常重要 我們就是說可以把整個精氣身提起來 來針灸完了前後去比對他血流裡面的阻力 發覺說真的不只內膜有變後阻力有變小 阻力變小了之後代表血流的供應變好了 針灸真的是有他的療效 我們兩夫妻之前在外院 就算是他們有中醫的可以來協助治療 都沒有像在這邊這一年當中 能夠得到的那麼多